其实复辟的这个建筑形势 早在秦汉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在《史记》里就记载了 当时秦始皇时候的博士福生 为了防止秦始皇焚书坑儒 在自己的家里面 把墙壁掏空 藏了上书之类的儒家经典 后来我们在汉书里面 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故事 鲁公王流于坏孔子旧宅 以广其宫 这个流于他要扩展自己的宫室 就要占孔子旧宅的地方 那要拆房子吧 哪知道意外地发现了 墙里面所藏的儒家经典 这件事情也是中国学术史上 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件 叫做鲁碧出书 今天如果我们去曲府 去参观孔庙 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孔庙的偏院里面 有一堵短墙 这个短墙前面有一个石碑 上面就写了鲁碧两个字 这个是明代的时候 为了纪念鲁碧出书 这个重要的学术事件 在这边立碑的 从唐代的史书来看 唐代的很多的王公贵族 或者是大臣家里面 也都会建造复辟 最有名的恐怕就是 全向李灵甫家了 李灵甫由于结怨甚多 害怕刺客去刺杀他 所以在家里面 做了很多的重关复辟 就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 今天晚上什么时候 李灵甫睡在什么地方 里面